俏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这里是太极拳防治百病讲座 今天是第二讲 在上一讲里我们讲了养生太极拳的四大特点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养生太极拳的治病基础 治是治疗的治 就我们知道太极拳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明显的养生和治病的作用 是因为它具有它科学的医学基础和实践的基础 那么关于养生太极拳的治病的基础 我们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经络的导引作用 第二是呼吸的牵纳作用 第三是意念的诱导作用 第四是知识的配合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加以解释 第一 经络的导引作用 我们在上一讲中曾经多次集合人体的经络图 做了一个基本的解释 在这里我们再把上一讲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 用简单的几句话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在人体存在着十四条重要的经脉 那么这里头有两条是奇经 所谓奇经就是奇怪的奇 它是两个单经 那么另外还有十二条经脉 是跟十二个丈夫密切相连的 心肝脾肺肾 大肠小肠膀 等等 这十四个经脉的这个运行规律是 东脉在人体背部的正中线 沿人体背部的基柱 从头顶到尾椎这个地方 那么它的运行终点是长墙穴 就是在尾椎的最后的一个骨尖的这个位置 所有的弯腰的动作和背部旋转的动作 都以这个督脉作为一个轴 第二条是这个人脉 人脉在人体腹部的正中线 即人体这个鼻尖两眉之间 颠顶一直往下 到这个尾骨联合的这个位置 那所以腹部的运动的这个动作 都是以这条经脉作为轴进行的 那么人脉和毒脉 一个调理人体的阴气 一个调理人体的阳气 那么通过正面和背面的配合 通过腹部和背部的配合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 养生的这样一个循环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人脉和毒脉的运行 那么十二经脉 由于它是由六个脏和六个腹 相互配合而成的 所以它会分成首三阳经 首三阴经 足三阳经 足三阴经 这四个部分 那么这里我们先看 就首三阴经 是从手的指端起 由手到头或者到胸 那么所有的手部的向上 或者向下导引的动作 都跟三条经脉 首三阴经有关系 就跟心包经 心经 小肠经有关系 那么就是说 所有的手部运动的动作 那么都跟心包 心和小肠的养生 作用有关系 这是它的经络基础 那么除了首三阴经以外 还有首三阳经 大家看看 这个向下垂的手 这就是首三阳经 那么首三阳经 有大长经 叫首阳云大长经 首少阳三交经 那么在这儿 它的这个运行规律 是从头部 或者是从头部 或者是胸部 胸部到手 那么胸部到手 那么就是说 所有从胸部发出来的动作 和向下行的这个动作 都跟这个三条经脉有关系 那就说 在这一部分动作中 它的养生保健的机理 跟三交经和小长经 有关系 那么我们这有必要解释一下 三交经这个概念 就三交其实是一个养生的概念 人体呢 没有三交这个实质的脏器存在 三交是指人体的上中下 三个部位的内脏的这样一个 上行下行的这样一个通道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就是 首三阳经的这个运行规律 那么这个跟我们后头要讲到的 这个台积拳的导引动作有关系 那么我们讲了首部的动作 那么头部的动作呢 头部的动作就是跟竹三阳的这个经脉有关系 我们来看这 这里有个竹少阳胆经 它是竹三阳经里头最活跃的一个经脉 它是从头顶部一直下到脚 那么在它的这个运行过程中呢 就是说它这个里头有很多重要学位 比如我们讲的心疏 肝疏 胆疏 皮疏 胃疏 都分布在这个经脑上 那么就是说头部的这个运动 比如说我们在练习太极拳过程中 比如说匀手动作 头部以大椎为轴进行旋转的过程中 它的经济是通过竹少阳胆经这样一个 经脉运行下来 逐渐达到这个足部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的致命纪律都跟这个诸三阳经 关系密切 那么同样我们在上一次也讲了 诸三阴经 诸三阴经它是一个从脚起上到头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经脉 所以我们在脚部 比如说须部的动作 钉字部 比如说跺脚的动作 抬脚引气的动作 那么都是通过这三条 比如说肝 脾 肾 这三个经脉上升到人体的脏气的 那么就是说脚部的运动 太极拳脚部的运动 跟肝 肾 脾 的保健 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个就是我们笼统上说起来的 叫太极拳致病的经络的基础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我们就要讲 就是说 这个经络是一个死的东西 那么人体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分布 那么我们在太极拳的锻炼过程中 如何起到活的 随时变化的这样一个保健的效果呢 那么这里头我就要介绍一下 经络的治疗原则 我们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简化太极拳里头 第一组的动作 从起势 有马分钟 起势 抱球 左腿分出 左手捧 好 在这个起势的和一马分钟的 这两个动作中 它是一个连贯的动作 那么在这个动作中 我们怎样体现这个经络致病的原理 我们先从起势开始分析 左腿分开 起手 好的 左腿分开 这是对 竹三音筋的一个 刺激 起手 从腹部开始 调动了 人脉的这个作用 当手筋 当云手 当这个起势的动作 举起的时候 他们对于 手的三音筋 是一个 一个刺激 那么就是说在这样一个 头三个简单的动作中 我们已经动了 动员了九条经络 来为我们治病服务 所以这个就是太极拳 为什么能够治病的经络基础 那么 同样是 刚刚的启示的动作 我还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些动作 它治疗疾病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应关系呢 根据这个中医传统的 这个治病原理 和太极拳的这个治病原理 它有几条 第一条 就是 动作与相近的部位 形成对应的 治疗关系 比如说起势 在起势的过程中 两手抬高这个过程 那么它对于手部 比如说手部的关节的病症 在我们在抬手的这个过程中 对手的关节是一个活动 那就说临近的部位 那手的部位 比如我们在 做起势 两手均匀下坐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它对腹部的脏腹 又起了一个相应的 导引的 气机的导引作用 这个就是临近治疗的原则 就是说运动哪儿 那么它的治疗效果 就在它的附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相辅相成的治疗作用 我们知道 在人体 如果我们去研究人体的 解剖图的话 我们会发现 就是人的经脉是 人的经脉 它是以左至右 以右至左的 那么从 现代医学的这个神经解剖来看 也是这样 比如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人出现了右边的 右边肢体的麻木 或者是偏瘫 往往是脑部 在对侧出现了疾病 而不是在同侧 那么这个观念 用在太极拳也是这样 就是说当我们 左手运动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 调节 右手的器官 当我们左侧的肢体 在运动的时候 我们在调节右 变得筋脉 这个就是 第二个就叫 对应相辅相成的原则 那么第三个原则 就是表理原则 表理原则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 比如说我们在 启示动作中 那么启示 看起来我们是 在运动腹部的器官 但是根据表理 这个治疗的原理 我们在做 在调理腹部器官的同时 我们的背部的器官 也起了一个相应的 这个病例变化 那个就叫 就是表病理治 背部背病福治 这个就是经络的第二个 第三个特点 经络治病的第三个特点 那么有了这样 三个特点 再加上第四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 是什么呢 第四个特点 就是上病下肢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说我们 在上一讲里头 我们讲过 治高血压 比如治高血压 我们可以用 匀手的动作 这个可以用 就是说 临近经络的 条理原则来解释 但是同样 我们在做单边的时候 单边这个动作的时候 也可以治高血压 而单边的这个 疗效往往落实在脚部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上病 高血压病 常常是发生在脑部 那么上病 下肢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说 经络很奇妙 它通过这样一个有机的联系 把人体的经脉 变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那么在太极拳的治疗 这个锻炼过程中 提此呼应 这样就构成了 我们所说的养生太极拳的 它的基本机理 这个我们讲了 这是一个养生太极拳的 第一个基础 经络的导引原则 那么为了进一步 说明这个问题 我举两个例子 说明 第一个 育女穿梭 治疗肩周炎 我们从抱球开始做起 左脚踏出 左手走 右手推出 回坐 前脚尖摆 抱球 出右脚 走 上手起 推出 好 在这个动作中 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是 手臂的这样一个 大幅度的 这样一个 回环的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 我们根据 前面我们讲到的 经络治病的这样一个 这个原理 它是属于临近部位的 治疗原则 它可以用来治疗肩周炎 那我们知道 肩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大关节之一 肩关节的运动 牵涉到整个手的前转 后旋 那么包括外展 内收 这样的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 都是依赖肩关节来实行的 但是呢 现在流行一种 很常见的病 叫肩关节周围炎 又号称为五十肩 五十肩呢 它表现就是说 这个人在五十岁左右 往往出现肩部 逐渐的僵硬 手举不起来 我们看见很多老师 得了五十肩以后 不能够上讲台讲课 为什么 当他们版书的时候 他们手最多只能举这么高 那么我们采用刚刚示范的 这个育女穿梭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步骤 通过在运动中 活动肩关节的这个周围的经络 同时使关节在很大的程度上 受到一个锻炼 那么肩关节附近的这个 粘连 冻结 迁拉 逐渐把这个病灶进行吸收 让它松解 从而达到致病的目的 那么考虑到 患这种疾病的这个患者 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 那么有必要对这个动作 做一个很小的这个 做两处很小的变动 那么第一点 我们从抱球开始 当抱球像出现第一次的 这个举臂的动作时 就在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 它按照正常的要求 是属于这样一个知识 但实际上 作为病人来讲 它很难举到这个位置 它可能是 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 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这里头 我们要求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分成几个阶段来处理 就是手臂的外展这个动作 就向前推 向高处展这个动作 可以分不同的阶段 由手臂能举到的位置开始 逐渐向上牵拉 一个方面牵拉它的关节 另一个方面牵拉附近的肌肉 再一个目的是牵拉这个位置的经络 那么在这个与此同时 对侧的肩 通过一个外伸的这样一个动作 起了一个呼应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回环的姿势里 手三阴筋 手三阳筋 是处于一个回环的流通的状态 那么这个动作可以 以不同的方向 那么左边坐 右边坐 左边坐 右边坐 左右作为一组进行练习 那么这样就不但对 肩关键周围员有一个治疗作用 同时它有一个预防的作用 这是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建议 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动作 在回收再往对侧推拉的过程中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 要有一个短暂的停留时期 停留的阶段 好 停留 对 这个牵引 这个尽量将手臂的牵引动作 推到极致 在这个时候配合呼吸的作用 手臂推出的时候 它是呼 往回收的时候 是吸 那么在转身的过程中 那要发挥这个 屏吸的这样一个 过度的作用 通过气息的调整 在客观上 牵拉人体的隔肌 那么也使内在的脏腹 受到一个 类似于内脏按摩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起到一个 如果说前面是一个 治标的过程的话 后面能起一个固本的作用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这个操作的时间问题 那么在刚刚治疗 这个育女传说 治疗肩周炎的 这个操作的这个时间 我们建议每天是 采取两次的时间 一次早起 一次是晚 晚上睡觉之前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人体 它的运动的过程中 从早起的时候 身体是处于一个 僵硬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要通过早上的 这个育女传说的 这个锻炼 把在午睡中 在睡觉过程中 形成的这样一个 肌肉的这样一个 休眠的状态 把它唤醒 整个的把这个 关节周围的 那些粘连组织 唤醒起来 那么晚上在睡觉之前 所做的这一套动作 那么起一个什么作用呢 一个方面就是 对于在这一天运动过程中 牵拉的这个 疗效 进行一个巩固 另外一个呢 又起到一个 内脏的这样一个 固稳的作用 可以说早起是一个 启动式 晚睡是一个 总结式 那么这是 其中的第一个例子 那么刚刚讲到了 这个是一个 利用经络原理的 附近 就近治疗的 这样一个原则 来防止疾病的方法 我们下面讲一个 这个 根据它的这个 对应的原则 经络的对应原则 来治疗疾病的 这样一个例子 那这个就是 开合手 治疗疲胃虚弱 推出 转身 两手合 脉左部 向侧 两手平推出去 上弧 线 走 落 在这个动作中 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是 两手抱球 就这个 这个抱球 那么 由于 它是从上面 一个动作过来的 我们可能说 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 它的这个方向 是冲 一侧的 那么我们在治疗 在采取 此一式的 太极拳治疗过程中 把这个 抱球的这个动作 放到正对 正面的 转移到正面来做 这正面来做 我们其实 什么 这个这样做 为什么呢 第一 就是说脾胃虚弱的病人 他是属于一个中气虚弱 中交属于一个虚亏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通过 抱球 这样一个 这个一个作用 来调 调理人体的中气 那么为了 为了这个 让这个疗下更明显 我们在抱球之前 先连接一个 启示的动作 好 启示 在两手 往下落的同时 把它变成 想必向内旋 把它变成 抱球的动作 就要注意这个动作的 这个 衔接要尽量自然 同时配呼吸 两脚 呼对 抱球 对 那么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实际上是对 人体中气的一个调动和集合 那么 在这个抱球的过程中 注意意念的集中 然后 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球 按照我们的动作的要求 向左右 搬移 好 就是在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最典型的 叫相应 利用经络的相应原理 来防治疾病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疗法 那么 由于配合了意念 配合了呼吸 和配合了身体的 三个方面的因素 那么 它常常 在治疗的过程中 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效果 下面我们讲 养生太极拳 治病基础的第二点 呼吸的牵牙作用 我们知道 在一般的太极拳的 这个锻炼过程中 我们要求 锻炼者 采取匀速呼吸的 这么一个方式 就是说 它呼吸要尽量不留痕迹 那么这个被看作是 打在太极拳打得好的 这么一个标志 但是呢 在养生太极拳 这个 又与之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 治疗疾病 达到养生的作用 所以我们往往需要借助于 呼吸 这样一个环节 来提高 治病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 呼和吸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要求的 要更夸张一些 或者在某些地方 我们要求用意念 去引导 呼吸的进行 这个就可以看作是 养生太极拳 也一般太极拳的 一个重要的不同 那么 谈到养生太极拳的 呼吸切纳作用 我要提 两个重要学位 咱们看一下 这个人体的经络图 在人体正面的人脉正中 两鲁头连线的正中位置 有一个学位叫谭中穴 这个谭中穴 被看作是人体气海的 这个总会 那么它是似呼吸的 那么这个学位呢 通常在太极拳的 锻炼过程中 被看作是 修饰呼吸 调节的一个重要学位 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个 我们已经讲过的 神雀学 也是在 这个人脉的这个 寻形线上 它几乎是在 人体的这个 上下的这个中间 杜吉尔这个位置 叫神雀学 那么神雀学 被看作是 人体脊呼吸 就是说肚脊的脊 脊呼吸的一个 重要的调节点 那么 同样 我们把它看作是 忽视呼吸的 一个调节的学位 所以我们在太极拳的 这个 锻炼过程中 在致病过程中 我们要中常 要以这两个学位 作为中心进行调理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 胸式呼吸 那么 胸式呼吸 我们知道 胸式呼吸 它主要是 对胸部的 这个肌肉 进行一个 就利用呼吸 做一个牵拉 那么它对于 胸部的肺脏和心脏 都起到一个 类似 牵拉和按摩的作用 那么 俯视呼吸 它的这个范围就更广 那么对于 肤部的 肝 胃 皮 大肠 小肠 甚至包括盆腔里头的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膀胱和这个子宫 在呼吸过程中 它都会随着它的这个 运动而运动 那么也是起 客观上起了一个 推拉 迁移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由于 以两 以这两个穴位作为 这个 调节的终点 而产生的一些 养生作用 就是通过 这样一个过程 就呼吸机 对于 比如说 在胸式呼吸中 对隔肌的振动 和推拉 而起作用 那呼吸呼吸是通过对腐直肌 和腹部周围肌肉 的伸缩 那么起了一个这样的作用 那么 由此我们 推延过去 那么在太极拳的这个 锻炼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 在太极拳的套路中 凡是以手部 上胸部 作为主要 作为主要 这个动作的 这样一个 团结 都与 胸式呼吸 它相互对应 比如我们讲 云手 在云手的这个 操练过程中 就是说 我们可以 打云手的这个位置 往下放 放到跟胸 弹胸穴 弹中穴 平 平线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 利用 胸式呼吸 有意识的胸式呼吸 来起到对胸部 肺和心脏 进行养生保健的作用 那么这个阵炉 我们演示者 所表现的那样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 起到了一个柔和的 内脏按摩的作用 同样道理 在太极拳的套路中 凡是以脚 以足部 作为主要操作的 这个环节的 这样一个工法 比如说 这个单边啊 比如说这个 踢腿啊 这些动作 那么它都是在 我们都要求是 以服饰呼吸 作为一个 相互的这个配合 来进行的 外白腿 右腿从左起 经面前 两掌 击拍脚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 它这个 就是呼不呼吸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讲的 这个是 胸式呼吸和 浮式呼吸 在太极拳 这个 呼吸牵拉中的 这个作用 当然我们在 太极拳 练习过程中 不仅仅是 胸部和腹部 那么还有很多 其他的动作 那么我们按照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 原则 来调理呼吸呢 我们按照这样一个 原则来进行 一 在太极拳 练习过程中 出手 为呼 收手为吸 伸的动作 为吸 降的动作为呼 提 上提的动作 为吸 下沉的动作 为呼 开 动作的开 为吸 合为呼 那么在转身 和各式过渡的时候 以小的呼吸 来做连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 呼吸的这个 这个调整过程中 我们常常的要 结合这个 知识来进行的 我们后头再讲太极拳的 这个知识的配合 里头可能还要讲 但这里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在太极拳的 这个吸的过程中 它有长吸和短吸 两种 呼那么也有 长吸和短吸 两种也有 那么在具体的操作中 根据致病的需要 合一由 长吸 短 呼 短吸 长呼 长吸 长呼 和短吸 短呼 这四种 呼吸的调节方式 什么情况下 长吸 长呼 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 在治疗慢性 疾病 特别是病程较长的 疾病过程中 我们采取 长吸 长呼 的方法 因为长吸 长呼 对人体的 这个 补和泻的 这个作用 相对来讲 更为明显 那么 浅吸 浅呼 通常是在 我们对套路 要求比较 就是要求的 速度比较快 特别是年轻人 在治疗一些 这个 浅 就是比如说 外伤病 或者是一些 这个非老鼠性 疾病的过程中 可以采取 短吸短呼 特别是在 各式的 转换之间 当一个 长吸 长呼 和另一个 长吸 长呼 需要转换的时候 我们用短吸 短呼 来治疗 那么 这里头 还有一个 所谓叫 长吸 短呼 和短 短吸 长呼 这个是 牵涉到 在致病 太极全治病 过程中的 补和泻的概念 关于这个 这个概念 我想做一点 说明 就是说 在人体的 这个疾病 过程中 它分为两类 一类是 实症 一类是 虚症 什么叫做 虚症呢 比如说我们讲 妇女生病 就在生残之后 那么 出现 子宫下垂 那么 受个的 这个 成年人 出现 肋脏的下垂 包括肾下垂 胃下垂 那么这个 从养生角度来讲 是属于 人体的 气血不够 不能够 脱引 这个 内脏 恢复到原位 它是属于一个 气虚症 那么像这样的 我们就是要 在治疗 在训练过程中 那么需要 采取一个 以补为主的 这样一个呼吸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 需要 长吸 短呼 那么就以补为主 通常我们在吸 它是补的表示 那么另外 比如说 我们就出现 大便秘结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大便秘结 从养生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实症 它是由于 人体的这个 病理产物 或者代谢产物 它堵塞在 人体的这个脏器中 对正气 对人体的正常的机能 产生了一个压抑 所导致的 它不是人体的亏损 所导致的 那么像这样 我们就采取一个 泄法 泄法呢 就是短吸 长呼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对于这个呼吸的 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关于呼吸的要求 可能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这么讲 可能有一些 大家觉得有一些抽象 那么我们通过一些例子 来加以说明 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 上部七星 治疗 慢性肝炎 下视 右部跟上 起 高须部 两手 变全 好的 在这个动作过程中 就是我们注意到 与一个大跨度的向前 身体向前导引 海底捞月室的上 上行的这个动作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 根据这个呼吸的要求 我们要求它是 长吸 特别是在身体 做下行动作的过程中 一定要长吸气 那么在上升的过程中 徐徐的呼气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是以吸气为主 以呼气为辅 这其实是一个 对肝气的一个 补义的这样一个功法 这样一个治疗方法 那么我们知道肝炎 大多数都是由畸性肝炎引起的 那么畸性肝炎 转化到慢性肝炎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 原因是因为 人体的抵抗力下降 它不能够 恢复人体本身的这个抵抗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畸性肝炎 牵延成慢性肝炎 那么在这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式子中 那么通过 气的人体精气的导引 特别是通过这样一个 下行 长吸 长吸短呼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 它的钉 来起来一个补义作用 特别注意的是 它的收拾动作 收拾动作 两个手交叉 两手交叉 这个时候 形成了两 两手的手 三阴经手 三阳经的一个交汇 而且 逐步采取一个 是个虚部的动作 虚部 那么这个时候 虚部是一个 还是一个隐气的 它的下面一个动作 还是长呼 短息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以补法为代表的 这样一个太极拳的 这个致病的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 可以治疗慢性肝炎 那同时 它可以治疗一些 包括内脏下垂 叫子宫下垂 这样一些 比如说 神皮乏力 那么一动就出汗 像这样的这个病症 都可以采取 这样一个很典型的 补的式子 来完成 上面我们讲了一个 很典型的 在呼吸中 长吸 短呼的 一个 治疗虚弱病症的 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 就是采取这个上心七步 来治疗慢性肝炎的例子 下面我们讲一个 跟着相反的这个例子 那就采取长呼短息 来治疗一种食症 那么这里头食症是什么呢 是风湿症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就是 外白腿治疗风湿关节病 右腿起 经面前 两掌拍脚面 好 在这个动作中 就是我们 这个动作 我要指出 这个是一个 我们选取的是 这个一个 纯粹的一个动作 那么在这个动作之前 应该有一个 基本的这样一个 就是过渡 那么这个过渡 可以是太极拳的这个启示 也可以是 在太极拳中 和他的这个 外白腿前头的那个动作 连贯而行的 这个动作 我们联系前头的那个动作 一块来做一遍 好 在这个动作中 随着示范者 左脚和右脚的这样一个导引 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把人体的这个筋气 那么集中在这个腿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 在做外推腿 外白腿之前 应该有一个短暂的停留 这个时候是应该有一个拼 一个是一个避细的动作 避细的这样一个 在这个过程中 在做外白腿的拍腿动作之前 深长呼一口气 然后呢 在停息过程中 徐徐的 对 徐徐的呼气 然后在呼气的这个 迸发力的过程中 做这个手和脚的这个拍击的动作 那么这里头有需要解释的地方 一个是就是我们讲的 刚刚有一个就是外白腿的动作 我们来看 刚刚外白腿的动作 主要是在这个脚部的这个位置 那么外白腿 就是我们知道 竹三阴筋是在竹的内侧 我们讲了 在我们的好多这个 像单边里头都是 从三阴筋开始讲的 但是呢 竹三阳筋呢 它是从头部下降到竹的外侧的 那么这个外侧 恰恰是我们刚刚这个 外白腿 手和脚撞击的这个位置 那么在手和脚撞击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手三阳筋 与竹三阳筋的 这样一个贯通 就是手筋的气血和竹筋的气血贯通 那么在这个贯通过程中 是采取的一个什么 就是在这之前 是一个长呼 长吸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吸是一个 特别是在外白腿的过程中 是一个迸发式的呼吸 这样 几乎是这样一个 很夸张的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呢 就是在胎脊筋治疗过程中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 泄法的动作 这个泄法它的动作呢 主要是用来治疗 就我们讲的 前面讲的叫食症 食症我们这里头讲的 具体落实到这个病例里头 就是这个 风湿性关节炎 风湿性关节病 那么风湿性关节病呢 从这个养生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由于风寒食 这三种致病的因素 那么长期清洗腿关节 导致筋络不通所导致的 那么从这个病例角度来讲 在这些病人过程中 它的这个筋脉 常常是在特定的穴位 都出现了阻塞的现象 如果从红外线来观测的话 可能常常会出现这个 就是说 它这个经络的这个路线 出现了不连贯的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现象 不连贯的之处 就是病例产物 和瘀血的这个表示 那么我们通过刚刚的这个 外白腿的动作 通过在外白腿的那一刹那间的 这个呼吸的这个泄法 在手三阳和竹三阳 连通的一刹那间 打通这些穴位 那么就可以起到 这个防止 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样一个过程 知道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与此同时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手和膝的关节 也得到了一个这个有效的这个锻炼 我们再看一下 就在这个外踢的过程中 脚步是一个大幅度的外展的动作 对 这个外展的动作 我们知道刚刚我们也讲了 呼吸和它的这个动作 动作凡是向外的 离心的它都是个泄法 那么它配合呼 那么就起到一个 泄除人体代谢产物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人体最大的这个关节 宽关节 起到一个振动的这个作用 而且以此同时 就下肢最大的关节 宽关节和上肢最大的关节 肩关节 在振动的同一时间 都受到了这个锻炼 所以的话 在这样一个这个制法过程中 我们可以以左侧 左侧手和右侧腿 作为一组 右侧手和右侧腿作为一组 就分两组 就是说通过一个中间的连贯动作 那么可以分成肉干次来完成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对于肩关节 这个就一个是有一个预防的作用 另外也有一个治疗的作用 它的这个治疗作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在那一状级之间的对气息的振动 好 我们这里讲的是养生太极拳致病的第二个基础 就是呼吸的牵拉作用 现在我们讲一下 养生太极拳致病的第三个基础 就是意念的诱导作用 在这里我要说一点题外话 我们知道在很多年前 甚至就在前一些年 流行了一种 流行另外一种养生方法叫做气功 那么气功和太极拳 我们来讲是有一些共通点 那也是有一些不同点的 那么从我的理解来看 这两点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意念 那么太极拳的锻炼过程中 我们也强调意念 但是没有把意念作为 压倒其他因素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东西来推广 来阐述 那么气功它之所以 特别是社会上流行的某些健身气功 之所以走向了它的歧途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片面的 过大的夸大地夸大了人体的意念 在治病过程中的作用 当这个意念被无限夸大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神学 变成了违心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养生太极拳 防治百病的这个讲座中 我们也要讲意念 但这个意念是在 医学和养生的这个范围内讲的 它是 它很重要 但是它只是和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呼吸 比如说 这个身法步伐 是属于一个同等位置的 它并不是决定一切的东西 那么意念在养生太极拳中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归了三点 第一 意念是养生太极拳的原动力 就当一个太极拳的这个锻炼者 他要开始采取特定的知识 那么进行防治疾病的这个运动过程中 首先是个意念 应该说是先有意念 后有动作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意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么我们当动作开始的时候 比如在打整套太极拳的过程中 我们是从启示开始的 那么在养生太极拳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为了对一些初学者 进行一个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准备 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 你在每练一个式子之前 你都重复太极拳的这个启示的动作 那么重复这个动作的这个原因就是说 先利用这个动作调动你的意念 那么用这个意念来带动下来的动作的这个完成 所以这个点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说意念是太极拳这个 这个疗效的这个一个重要的这个方面呢 就是说意念它是引导你的整个这个动作 完成的一个贯穿的一条主线 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首先就是说我们确定我们治病的目标 比如说我这里头有一个心脚痛的病人 比如说这个人47岁 那么血脂比较高 胆固酸也很高 那么最近发现这个右前臂总是有点麻木 那么有的时候甚至早上起来 感觉到左手的拇指有轻微的麻木 或者是不太听死患的这个形象 或者是感觉到舌头好像有点僵硬 请注意 这个就是心脚痛发病之前的一个 很重要的微小的症状 我们临床上很多大夫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判断 心脏病人即将发作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照度 那么我们需要 比如说目前由于条件不允许或者等等原因 我现在需要通过一个导引的动作 通过我们这个太极拳的工作来缓解症状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这个白和亮翅的这个动作来完成 那么通过白和亮翅意念对于精气的导引 同时通过白和亮翅在操作过程中 对胸部肌肉的牵拉来刺激心血管的运行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说对于隔肌 对于呼吸起了一个这个 就是类似一个这个养生棒的作用 使人体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瘀血得以排出 那么对于除了这个有冠心病这个症状的这个病人 那么对于这个有并发症的病人 也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那么我看一下示范 我们从野马分钟开始做起 右部跟半部抱球身体重心往后移 右手提拉左手下按 好这是白和亮翅的这个一个动作 那么在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就 动作的这个时间很短 大概只有一两秒的时间 示范者是从前头的这个动作引申过来的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从起式 起来做这个白和亮翅的这个动作 然后白和亮翅的动作 连续做上三到四个回合 再加上太极拳的收拾动作 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防止心脚痛的一个保健式着 两致下按 左部上前半部抱球 右部后退 提拉右臂 左手下按 连续做三次 下按 左部上前 右部跟上 后座 右手提拉 这收拾动作 好 通过 示范者三个部分的这个 连贯性的动作 那么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完整的 有针对性的 针对轻脚痛病人的锻炼的这样一个保健式 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我要提醒两点 一点是意念本身的叫凝固性 另外一个是它的流动性 那么什么叫凝固性 凝固性就是在操练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意念有个基本的定位 比如在这个式子中 由于它的治疗这个疾病是心脚痛 那么它的固定的这个意念点 应该在胸部的弹中学 我们来看一下挂图 在这个两颅之间的弹中学 这个就是启示时应该注意的 意念固作点 那么一旦动作开始以后 意念不能老停留在这 它必须随着你的式子而流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意念的流动性 那么流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根据你的手 你的手在启示之后 开始做 启示之后 目光 要用目光的余光 跟踪这个手 对 整个过程中 用目光跟踪这个手 这样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们做到了 意念既有起点 又有流动点 那么这样意念的流动 和身体的知识的流动 合为一体 这个疗效 就会很好 那么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意念 养生太极拳 意念诱导作用的第二点 就是说意念 是动作的一个连接点 我们知道 太极拳 它是由若干个 分科的式子来组成的 这个式子之间 它们的联系 有多种 其中一个重要的 这个联系的这个方式 联系的这个关键因素 就是意念 你做完下一个式子 上一个式子的时候 当你的意念转移到下一个式子时 那么你就不由自主地 会做出一些连接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 一方面保证了 你身体上的适应性 另外一个方面 也保持了 你在动作中的连贯性 所以养生太极拳的连接点 意念的连接点很重要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独立打虎式 治疗糖尿病 接匀手动作 撤左部 重心后座 两掌变全 好的 那么在同样 根据这个式子 我们也要做一个变化 那么就前头加一个起式 然后再接 这个 独立打虎式的动作 再加 收拾的动作 再演练一遍 两臂慢慢抬起 下落 右移 匀手 撤左部 重心后座 右腿抬起 两手变全 现在我们从起式 到独立打虎式 再加上收拾的动作 重新做一遍 两臂起 缓缓落下 重心向右移 做匀手动作 请注意它的连接动作 左部 后撤 中心 移到左腿上 两掌变全 收拾 在这个式子的操作中 由于操练者 及时地把意念 从上一个动作 移到了下一个动作 而且在 动作的协调方面 做了及时地跟进 所以在整个式子中 看起来毫无痕迹 比较协调 那么这个正是我们 养生太极拳 所追求的 一种养生保健的结果 那么 现在讲这个意念 诱导作用的第三点 就是说 意念是养生太极拳 致病的一个根结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 刚刚讲了 太极拳锻炼中 有一个固定的着点 这个固定的着点 其实 大家仔细研究就会发现 这个固定的着点 其实就在 病灶的附近 就是离病灶最近的人体的关键部位 那么就在刚刚的这个 独立打虎式 我们说治疗糖尿病 那么我们选择的是 这个 痰中穴 那么痰中穴呢 它是一个 就是说人体很重要的一个 中枢神经的一个调节的这么一个关键点 所以呢 把这个穴位定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有疑导效果的这样一个作用在里面 那么我们在其他式子中也是一样 举例来讲 我们如果做治疗这个内脏下垂这样一个疾病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第一把固定的这个着点 停放在 人体的一个重要的穴位 神阙穴 就是在挂图中 杜吉尔的这个位置 神阙穴 那么 以这个动作 以这个穴位为中心的意念的这个诱导 来引导式子完成治疗的动作 下面我们看一下 独立托长式治疗内脏下垂操作的过程 请注意 在这个过程中 同样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启示动作 一个是独立托长的动作 独立托长的工作 请做两遍到三遍 那么再加上收拾的动作 同样请观众注意 这三个动作连接时 一年的运用 启示 两臂下按 以左部 抬右腿 右掌托起 再做一遍 以左部 右腿随着右掌托起 好的 在整个动作过程中 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 意念 它在整个操作过程中 从启示 它是从神雀穴发出的意念 那么逐渐从神雀穴 相平的启示 手的动作开始引导意念 那么通过中间是这个 独立托长式 随着手掌的运动 意念 是随着手掌的运动而流动的 最后随着手掌的收拾的回收动作 又回到肚脐的神雀穴 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 整个意念的完整的流动过程 正是通过这个整个意念的完整的流动过程 我们的这个疗效才会有保障 那么请大家再看一遍 起势 两臂抬起 下按 眼睛随着手掌走 重心右移 左部向左侧 右腿抬起 这一讲我们讲了养生太极拳的三个基础 治病的基础 那么第一点是讲养生太极拳 它的经络导引作用 是它的第一个首要基础 我们知道 经络是太极拳治病的一个人体的根本的物质 那么在太极拳的锻炼过程中 主要是靠经络中气血和经络的这个一个调节来起作用的 那么在讲课过程中 我们介绍了 经络导引的以上至下一左至右 那么的相应原则 也讲了从表治理 从理治表 这个一个相配的原则 那么也同样讲了 在相应的部位 治疗相近的疾病的 这样一个相应的原则 那么掌握了这几个原则 我们就能够把太极拳的经络 游导的这样一个基础 发挥到极致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点 养生太极拳治病的第二个基础 就是呼吸的牵拉作用 在这一讲里我们讲了 胸式呼吸 呼式呼吸 长呼吸 短呼吸 这四类呼吸 在太极拳操作中的一个重要作用 那么结合这四类呼吸 具体的表现了太极拳养生治疗的 补 卸的两方面的作用 那么根据这个一个原则 我们对于大部的虚损病 可以用吸的办法来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协调 那么可以根据呼吸的另外一个原则 采取这个呼泻法来进行 就是说泄食的作用 那么养生太极拳治病的第三个要点 就是意念的作用 那么在这一讲里 我们特别注意 提到了两点 就是意念的凝固性和意念的流动性 意念的凝固性是指 我们在治疗相应疾病中 太极拳锻炼中 首先必须凝固的一个 就是说着眼点 就是说离病灶最近的关键学位 或者关键部位 那么流动性是指在 太极拳锻炼过程中 手的动作要随着意念的流动而流动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说我们通过目光的 目光对于手的动作的一个追踪 来表达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意念的最后的这个轨迹是 从固定点出发 经过手部的动作的导引 最后又回归到它的凝固点 那么这样完成了治疗的全部过程 那么通过以上经络导引作用 呼吸的牵纳作用 和意念的诱导作用 三者合一 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 养生太极拳的致病基础 和意念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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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